我还是要跟大家重复的讲 那这个53亿多对基隆市有点太沉重 基隆捷运议题持续延烧 针对基隆市负担而太重 市长谢国良出席228纪念追思会 再度向中央喊话 愿意努力和中央协商 但我觉得考量到 大家谈过的很多案例都是直辖市 而基隆大概是少数的县市在发展捷运 所以我们还是恳请中央能够帮忙基隆多一些 在预算上可以的话 让我们少负担一些 那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包括我们基隆市同一长 他也非常关心这个部分 基隆市任何所有的负担 也不是市政府就能单独自决定 也都还是要经过议会的审议 所以我们会跟议会一起讨论 但是还是要拜托中央 我觉得我态度可以柔软一点 但是我要更坚定的 拜托跟告诉中央 从17.7亿变成53.6亿 对基隆的负担是真的有一点太沉重 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对话空间跟机会 让基隆的负担额能够下降 谢国良再三强调负担额从17亿变成53亿 真的太沉重 只要交通部愿意接见他 就算半夜他都会跑去 他们是上级指导单位 只要他们肯见我 我半夜都会跑过去 只要一通电话来 我会马上就到交通部 来跟他们肯托 来跟他们拜托 也很乐意他们赶快跟我联系 我会带着我们王处长 马上拜会交通部 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报告的一件事情 我想这件事情 我还是要跟大家重复的讲 那这个53亿多对基隆是有点太沉重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讨论的空间 基隆过去有一些国门计划 也有的是中央主导 但是做的就蛮成功的 我觉得不论是地方做中央做 那我们重点就是基隆的负担额 我讲来讲去还是讲到我们的荷包 那个是基隆全体市民的荷包 我们很希望中央能够体谅 基隆的财政状况 那因为交通部给了我们一些建议 所以我们也回复一些想法 但是具体上还是希望能够跟交通部 能够见面来讨论 就如同我说的 只要他一通电话来 我马上会过去交通部拜访 绝对不会有任何耽搁 因为我可能比他们或跟他们一样 都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市长谢国良说 基隆捷运无论是由地方或中央来做 重点是基隆市政府的负担额 很希望中央体谅基隆的财政状况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开启蒙 请不吝 Otto 感谢观看